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 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千鸿 站在时代的渡口 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 口技一直在进步 但是我口袋里面的钱越来越少 不过未来真的越来越不需要钱 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加油 钱变得很贵 非常非常的夸张 一公升的925千 大概要到30块 超过30块 而且油价的上涨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要趋缓的趋势 我们这一集要跟大家谈的是能源 未来能源要怎么办 为什么把能源放在这一集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那些题目 我们没有讲的是能源 如果没有能源 前面那些通通不存在 都不存在 就我们又回到洞穴人 不是玩乐会 不是玩乐会 转木取火 那个拿一块木头 跟另外一块木头 然后直接 我们每行的能量都要站起来 全部讲的九级十级 十十来级都 都回到原来 所以能源 其实人类的文明跟发展 以及科技可以走这么快 都是因为能源 我们已经可以操纵 那当然这个能源可以操纵最了不起的事情 当然是石油 石油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人类人类人类所大量使用绝对依赖的一种能源 虽然说有人要吃个烤个好吃的东西 转木取火也可以 比如说现在野外求生也可以 就你还是可以有个火 但是烤烤烤毕竟较快点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 烤烤烤还是比那种火厉害一点 因为它可以储存 而且可以随时拿 可以带着走 随时可以拿 那过去的人 那也是石化产品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火多大 就是只有当下 这个火带不走 没有办法带走 也就是它没有充电 没有储存的方法 没有另外一种储存的方法 那我们虽然讲说太阳能 我们也是很喜欢 太阳能也存不下来 昨天拍到太阳 今天已经拍不到 晒不到 所以现在人类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储存 那所有的储存里头 就是石油本身作为一个储存 能量的储存 它是最好的形式 就是天然形成的 它自己本身带着能量 然后你抽出来之后 你只要开始分六 那个过程里面就可以产生很多 可以燃烧的物质 这物质分别可以供应给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从书里面摘出来的 他说如果看二十世纪 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可以发现 它是建筑在摩尔定律 跟廉价的石油 对这两件 这两件事情上面 所以摩尔定律可以说是我们过去的节目 不断的提醒大家 就是每隔十八个月 可是推动摩尔定律 那个速度会加快一倍 那但是呢 它的基础还是在 能量 廉价的石油 廉价的石油 就是可储存 我们没有去做充电力 但是充电力已经在那 地球送里 就是这个地球赐给我们的 一种储存的能量 但是这个 用缘故以来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无限量 它是有限的 就是说过去我们都知道说 全球的这个石油的运藏量 大概有个总数 对 它分别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跟国家 然后呢 随着人类这样子 不断的使用石油 其实运藏量就慢慢的扩准 越来越久 然后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到说 我没有油堂用 我这一次有机会到德州 德州 是这个石油运藏最多的 美国的石油运藏最多的地方 然后我刚巧遇到了一个华人 但是他是在那个地方 钻碳石油的专家 然后他的工作 他们的断点的工作是断在说 第一个就是他 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有石油 而且是石油炭坎 炭坎 要看一个就知道 要摩擦青 很厉害 差不多都知道 看风水 都知道 看风水 本来就是要看风水 是是是 然后就打几个洞进去 然后上面起来分析 四砖 那个我们叫做炭坎井 只有 打几个井 打几个井 然后就确认 确认 你知道那个确认是什么 其实他是打几个井 砖盐盒上来 砖盐盒上来之后 透过那几个盐盒 他就知道底下地层的结构 是怎样 大概是 那石油必须要存在 几个层基层的中间 对 在某些地方 他才有办法储存 所以他只要判断 那个地方是那样的 适合储存的环境 他大概就知道说 会有多大 然后 他的工作 是配合撰探者 找到那个 可能的 可能的 有井的位置 然后他要去 用各种方法 去描述出 说那个油 是多高 对 多少 运藏量多少 然后最重要是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 最便宜的方法 去把它抽起来 最便宜的方法 最有效率的 我们说最有效率的方法 也要便宜 也要便宜 不便宜的话 那你的 就划不来 划不来 所以 那个石油一个通则 全世界大家都走 这个通则 所以他就告诉我 因为我碰到他 我就跟他问说 石油真的只能用 在什么40年 我说 那个说 只能再用40年 你讲很多次 就是每一年都说 还有40年 永远都有明天 永远都说40年 永远都有明天 每一年都说40年 我说问他 他笑一笑跟我讲说 其实那个原因 不是石油产量 是成本 成本把它拿出来 最便宜的技术 把它拿出来的量 就变成储藏量 其实那个不是储藏量 跳舞了 就是如果你 你如果开采的成本 超过了一定程度之后 他开采就没有利润可言 他觉得没有利润 所以即使有储藏 他也不会去开采 那后来我就问他说 那只有多少钱以后 他说其实现在设定的成本 差不多是30到50块 一桶 一桶30块到50块 就可以开采 就可以开采 美金啦 那可是超过50块呢 到100块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就是你的技术 可不可以 再投资一点成本进去 去取 那又可以多少 他用这个话告诉我说 为什么老师说 40年 因为以前可以承受的 比方说 可能以前是说 一桶10块 一块 一块的时代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30到50块 最近较80 不过如果从很绝对的定义来看 总石油运藏量还是有个极限的 你总有一天会弄到拼了 就是你用再高的技术 你都很难再钻出任何一滴油 如果要用这个东西去算的话 还有几百年 还有几百年 他说要弄到石油的矿 完全估结 还有几百年 那很恐怖 所以他告诉我说 很多人说石油四季快结束了 这句话听听就好了 所以是一个专门在钻探石油的人 钻探石油的人直接告诉我 所以他说 目前的情况就是 因为不乎成本 所以没有要去开采 那我就问他一个关键问题 那你们一个油井 你们现在开采的容量因素是多少 容量因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百在里面的话 请问你们现在开到多少 他说不到三十 全球都一样 也就是说还有百分之七十的量 在里面 是说很容易拿出来 以目前这么便宜的压力 替泛滑 很难就噴出来 要比较麻烦一点 那油油盐 油油盐本身就是另外一个技术 所以那个是美国已经突破 所以美国现在重新掌握石油的控制权 原因是他技术上掌握 不是他拥有油田 不是他新掌出来油田 油田本来就在那里 只是他的技术已经突破 而且到了一个低成本就可以开采的程度 所以他就能够在国际的石油市场上面 又占一席之地 他就可以富翁万语 所以我这一次跟他谈过了以后 因为我们本来在这部分的知识比较模糊 是 就想说石油快估结了 可是那个估结我们意思是说 都用纯九桃 只有石没有油 只剩下石头没有油了 错了 既有石又有油 比较难拿出来 用目前的技术拿不出来 这个我们以前也 因为我以前念地球科学 所以对于矿物开采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 就成本效益的问题 然后所谓的矿脉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矿脉 但是你去开采它之后 你要取得矿的本身 你要的物质 比方说金矿来讲 它其实还在 但是因为它含金量的多少 还有它集中的程度 它就会影响到你愿不愿意继续去开采 所以大概听起来也是同样的逻辑 对石油来讲也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大多数的石油 其实还在存在世界的地下 是 但是因为现在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油价也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替代的能源开始出现 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成本 就是一旦一桶石油超过140块 是 太阳能跟风力 就会 就会追过它 就会追过它 是 就有效率了 就比较偏 是 相对的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现在 未来大概还是有一天 有人写过一本书在讲能源 可能会到200块一桶 可是到140块到200块的这个时间点 当时候的太阳能 就应该成熟了 它成熟 就取代掉它很多 是 那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工业进步 工业4.0以后 其实要走向一条 耗用很少的能源 就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 也就是 使用的效率 其实这个使用效率的问题 在台湾其实一直有人提 我们家的 几乎每个人住家都有用马达 我们那个马达真的是很耗电 马达一个开 变变变变变变变 很大声那一个 好耗电 几个小东西都用马达 冷气的压缩机要用 那个马达如果改善 它可能只要用十分之一的电 就已经可以做 但是达到同样的能源效果 所以节电还有非常多的方法 就新的科技也在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对未来比较乐观 有关能源比较乐观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新的科技 我们前面讲了 包括上次讲奈米科技 都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说新的技术越来越不好能 然后能源本身的确成本在提高 但是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案 所以人类在文明往下发展的时候 还不至于那么快 还不至于那么快 就走到普罗米修斯的火 已经熄灭 不会 但是人类在大量使用这些石化燃料的时候 像这里面 这里面 书里面所讲的 我引用书里面的一段念给大家听 他说今天我们的地球 彻底仰赖用石油 天然气跟煤炭等等形式 出现的石化燃料 这其实是化石燃料 就是以前的生物 它分解了以后被留下来 然后留下来它的有机的部分 被高温高压 行速以后变成了东西 它分别变成石油天然气 以及煤炭 全部加起来全世界消耗14亿兆瓦特的电力 这是每一年 差不多是这样 其中33%消耗来自石油 25%来自煤炭 20%来自天然气 7%来自核能 15%来自生殖能源跟水力 只有微不足道的0.5%来自太阳能跟再生能源 也就是能源我们在使用上的分布上 大部分都是在依赖这些化石燃料 所以地球本身的 地球本身然后天然给你的 然后就是你就没有任何的拘束 约束这样子不断的用 用到最后它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它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二氧化碳就变成温室气体 所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 人类不只是要从能源的角度来看待石油 它可能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就是温室效应 那他也去分析了 就是说如果画两条线去比对的话 你会发现二氧化碳的含量 在地球上二氧化碳的含量 跟人类的活动是成正比的 那条曲线是这样子长出来的 所以人类活动越多 消耗石油能源越多 那二氧化碳的量就越高 那我们现在刚好走在这个临界点上面 也就是我们如果继续这样子用 继续用这种方法用 可能地球 的确科技会继续发展 能量耗损会越来越少 可是同样的地球的反扑 也会越来越快 会导致你以后可能 在一片汪洋大海中 享受着你的奈米科技 好像也不是大家想要的那种情况 海平原会上升 然后很多人的国土会消失 然后全球的难民的问题 会越来越大 这也是书本里面特别提到的 就是石化这件事情 我们讨论能源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只是 要用能源的角度来看 而且要从全球的环境的角度来看 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继续跟您探讨 未来的能源 我们该怎么办 爱因斯坦 没什么能比速时 更可以改善人的健康 和增加人在地球上生存的机会了 团体人多意见多 但力量也大 只要用心从不同意见中 找出共同目标去实行 必定有成 大海孕育了人们 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 那头海平 海平 所有的东西都会吃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 他是因为丢弃了 一些遗忘 都是神术 因为在水面很久了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 海底下几横 向海跑取的子民 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觉得说 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 殊不知下去之后 才发现说 哇 本身哪在做 六年超过两百次的进海 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从此这两年多以来 就是有发现 生态慢慢地有在恢复 以前始料上 我们脚要脚慢慢又回来 我们不奢望说 对于小小有多大的贡献 我们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 让海洋的生物 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看见海洋守护者 让爱无限 来充电喔 大爱Jingle 大碗皮肚 天生的天生的天生 大家好 我是非洲莫斯安比克 蔡黛玲 人人与爱互动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大爱网路电台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跟大家谈一个 跟大家都很有关系 可是大家平常又不太容易 注意到的议题叫做能源 刚刚提到说石油的使用 让人类的文明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石油的使用 也带给人类的文明 非常大的威胁 带来的环境的影响 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我们从石油开始 从加勒道雄的理论 也是正式 它的能源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行星本身的能源 自然而然会有的能源 比方说太阳 没有太阳他还没提到 还没提到 事实上他在比例上 太阳能很少 是 所以行星本身就存在能源 就是石油 石油是最大 第一类叫石英能源 然后煤炭 你看它的分类 你记得它几个分类 包括核能 也是在行星里头挖出来了 钥矿去做能源 然后锋利 但是锋利 还有一部分太阳能很少 多多少少有受到是 环境的影响 就是恒星的影响 因为我们绕着恒星走 所以那个能量 所以那个比较不是 就是说比较是 这个行星本身的矿物 自己本身就蕴藏的矿物 矿物本身可以产生的能源 就是差不多 所以行星能源 第二个是恒星能源 就是太阳 因为恒星所造成的 因为老实说会有台风 会有太阳能 或者冷热 这都是跟恒星有关 跟太阳有关 都跟太阳有关 所以太阳其实一直在 过去51年 一直在输出非常多 未来100亿年 也会继续输出能量到 只是我们还用不到 还没有学会 有效率的方法来用 应该是这么说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太阳能的产品 就是有太阳能板 然后这些太阳能板 甚至有一天我去参观 那个福威二号的时候 我发现福威二号上面 也装到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因为它必须在太空中 然后它必须有办法取得能量 它又不能在太空中 有加油 再帮它加油 对不对 所以它就必须要自己自足 所以它必须从太阳系 收能量 你知道我们在40年前 从美国发射出去的 Voyage 1跟2 就是旅行家 1号跟2号 现在应该刚刚好今年 有一颗已经灰出太阳系 刚好脱离太阳系 太阳系大概190亿公里 是 太阳系 早那多年 终于脱离一个太阳系 终于40年 那它现在那颗在210亿公里左右 差不多在那里 继续往外 它好像还可以到2025年 还可以吸收到太阳 意思是说 它已经离开太阳系了 但是它上面的那个太阳能板 还可以吸收到太阳能 然后还可以储存能量 那太阳能的能板 而且老实说40年来 它大部分我们原来给它的能量 那个储存的充电器还在用 可是它存的能量全部是太阳能 它从这个太阳系的中心甩出去以后 其实一直我们原来给它能量已经没有了 我们其实给它的是一个可以充电 太阳能充电的电池 充电电池 那它电磁做得很好 40年还好 40年还好 现在只不过它在那个太阳的边界 在太阳系的边界 传一个一句话回来 要24点钟 他要把建名来说 说我这样的 你只要一天以后就听得到 这实在是一个科学上面的好玩的地方 40年前的科技 那个时候电脑运算速度是很慢的 是很慢的 我们能够装在最先进的太空梭上面 那个电脑也是很慢的 很慢的 你想象那40年前能够用的是什么程式语言 是啊 可是呢 他现在打出去他还活着 还活着 他回来 说我一个 他回来的那个 他自己有估计 他自己有估计 所以他大概可以活到2025 2025 2025以后 他还继续往外挥 可是我们第一就是 他飞行已经不是靠太阳能的能量 也就是说 他这种飘的 很难讲 他太阳系以外的能量 就是去吸收其他的恒星能源 对 恒星能源 其他的恒星 但其他下一颗恒星距离还很远 是 还很远 可是 他们就说 你知道那个 去年 芬兰有一个报告出来 他那个标题写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这一颗已经回出太阳系的 应该是我们太阳系未来会遭遇的灾难 他都避过 他意思是说太阳有一天会没有 可是他还在 他还在飘 还在飘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圈圈 我们这个太阳系 如果有一天 whatever reason 或是就没有了 或是说我们地球 就没有了 可是他还在 他会遇到的风险 也是我们这些人不会遇到的 就是说 那个标题永远可以两面下 对对对对 可是他就说 他也许是人类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 是 他是这样写的 所以很浪漫 你看科学家其实有时候也是充满浪漫 好 所以呢 我们刚讲到太阳能 太阳能人类学会应用 其实是光电效应 把光转成电 然后用电池的技术 把能量存下来 然后存下来之后 他就可以持续应用 但是用到 但是下一次太阳再出来 反正每天太阳都会出来 所以下次太阳再出来的时候 他又可以继续储蓄能量 所以就是光电效应 造成的一个结果 他也是人类可以应用的能源之一 对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拍电报给他 你的心还留在那个太空桌上面 是 当然啦 因为他跟我们的题目有关 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行星能源吗 是 恒星能源 那再来恒星能源 然后宇宙能源 好 宇宙能源 所以某种程度 他已经开始用宇宙能源 开始进到宇宙能源的阶段 所以人类所发明的东西 有没有已经开始用宇宙能源 有 至少 只要你跑得够远 他就开始用宇宙的能源 这个宇宙一定有非常多能量 是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 可是 如果他未来 看我们比较遗憾的是 他跑出去以后 我据说是因为他那个通讯器材 我们没有把握 他只能用到2025 接下来我们就失联了 我们会失联 可是说不定哪一天 有一个家伙说 他也在 他也在进去拜电报 又收到了 这要到2025以后才知道 2025以后才会知道 是 所以能源有这么多种 我们现在 大量在应用的是行星能源 也就是最低阶的 对 然后在地球生存过程产生的 那我们即将跨入第二阶 我们开始要使用 恒星能源 不过你再把那个比例念一遍 我觉得那个比例很棒 好 报告 我们使用石油跟天然 石油33% 煤炭25% 20%是天然气 那7%是核能 15%是来自生殖能源跟水利 生殖能源就是用我们自己 自己制造的这些生殖的东西 这都是属于行星 也是行星能源 那只有微不足道的 0.5%是来自太阳能 跟再生能源 0.5%太阳能 以及风力 这两个我比较愿意把它归类于恒星能源 对 因为有太阳这样一个一直跑 才有第一大太阳能 第二 你逝一头吗 你绕着太阳在转吗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跟太阳之间有关系 才产生这个 那所以这个能量是再来这个世纪 主要能量 所以我刚才是认为未来到2100年的时候 由于刚刚我们是讲因素包括石油 石油开采越来越贵 煤炭的开采越来越贵 终于有一天可能人类要开始思考 不要再用这个 而且烧这些东西到最后产生的二氧化碳 对我们来讲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要再用这个 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吗 什么原因 太阳不会寄账单 因为有几十一年来他从来没有寄过 很难讲哪一天你收到了 太阳不会寄账单 现在电力公司都会寄账单来 太阳不会 而且你只要买太阳能板 你自己加就可以发电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 太阳能它是一个能源效率转换的问题 就是我收到这些 其实这跟那个恒星本身的物质也有关系 现在我们那个转换 你刚刚讲光电效率的转换 那个material science 那个材料科学 本身也还在进步 这个如果进步到一个突破性的时候 我们太阳能转换的效率变非常高 那个时候才有机会 不然现在要 不然现在种一大堆太阳能板 但是能源转换效率很低 所以打一天 生出来的电 只有你用几点钱 这个也就是现在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价格因素比较 就是说因为石油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就好 继续就要打 人类都按销的先用 是啦 用到弄不住的时候才会太阳 这些太阳 以后这个跪起来 这个东西就相对便宜 大家就会用力的去思考说 那有没有能源转换效率更好的方法 有没有储存能源效率更好的方法 其实已经都储形都有了 现在这个家庭如果说要用这个 而且这个都台湾生产 太阳能板吸收下来的能源 不是只有很热热水而已 它也有一个可以放到家庭用的 太阳能储存电池 这已经开始了 这已经开始了 虽然它的效率没有很好 那当然是比较好的方法是说 我们应该装一个电表 这个电表叫做Smart Grid 就是我们跟智慧电网结合在一起 那我家里头比如说 我生产的电如果我自己用不完 我还可以卖回给台电 台电属于现场卖给别人 我有个朋友家里就装了 他花了很多钱 然后在家里装了这样的东西 他自己算过 他说大概20年以后回本吧 是啊 太久了 所以现在的效率是这个样子 那个中间有一个原因是说 还是价格运数 台电用其他方法 生产电的成本比较低 可是只要那个成本上来了 比如说石油一桶 要那么多钱 碳如果那种比较超超临界的 使用也没有那么便宜 都上来的时候 你家你朋友那一 或者是烧瓦斯的 就会缩短到10年就回本 是 因为他就只好用比较高的价格 跟你买电 是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变动中 这现在都在变动中 但是怎么用 其实对我们来讲比较好呢 怎么用哪一种能源 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呢 其实 刚刚都在讲钱 节能最好 大家都在想钱 是 节能最好 都用钱去做计算 我自己在参与这个议题很久的时间里头 我一直认为节能才是最好的路 也就是说不要用那么多电 欠钱才是好压底 对啦 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在想说 那我什么电可以给我继续浪费 那就永远 都不够 这个题目永远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开始考虑说 我什么方法可以节能 我节能 就节能才是真正未来台湾电力使用 或是全球电力使用的最核心的价值 是节能 那我们也希望科学家发明更多的东西 他用很省的电 就可以创造我们要需要的效果 就简单讲嘛 冷气要不要开那么冷 要不要开那么久 其实这个每一个那么冷那么久 这两句话就可以决定 都是在耗能 都是在耗能 因为你是整夜开呢 还是你只开两小时 然后接下来就达到冷房效果 你也已经睡着了 那你已经睡了 然后就叫早上热醒 也是一种催醒的方法 冷气闹钟 冷气就把你叫醒来 就你刚才这么暖 这么暖就起来了 那就可以了 就起来了 这个是个方法 如果你继续那么冷 你就继续睡下去 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叫做减少欲望 减少欲望 因为人类现在的生活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欲望 你又希望你的环境 永远保持一个恒温的状况 让你的身体感觉到舒服 可是事实上 在还没有发明冷气之前 人类也是照常在生活 可是现在的人 就是会产生大量的冷气 然后让自己所在的空间 觉得舒服 但是能量不灭 你这里面要冷 外面就会变热 因为他要把热抽出去 也会增加很多 热力学第二点 那个热抽出去之后 台北又是个盆地 它不容易散热 所以家家户户装冷气 结果就是大家的家里面 但是外面热得要死 我其实可以不要用冷气的人 不管多热都可以 经济也是这样 经济就是都没冷气 我就实在是太热的天气 我就去我的家里头的浴盆 我就把它盛到半盆水 那个水很凉 那我就去躺在里面 躺个大概十分钟吧 我就觉得冷了 那我就擦干了以后 我就去床上睡觉 我觉得好像外面盖了一层棉被 很舒服 那个热 所以其实那个可以转换 也就是说你家里头那个热 你如何把它转换成舒服 你觉得泡冷水怎么可以 我告诉你泡冷水以后 你也许只有十分钟很震撼 即便是很热的天气 你泡冷水还是很震撼 可是到了你觉得冷的时候 你擦干身体出来 你会发现你很舒服 那个房间对你来讲是很舒服的 就很舒服 那个温度对你来讲是适当的 所以还是要大家减少 五小时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又太热了 那就再去泡 同一盆水 那个时候他也已经降温了 对降温了 然后你泡完了以后再重复第二个游戏 两小时以后你又醒 那醒两次以后就早上了 就已经时间到了 就时间到了 就这样 这是杨先生家不用冷气的方法 但是我家有冷气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家小孩跟其他人 需要冷气 那我还没有把这个方法完全交给他们 那前一阵子他们不在 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就没有开冷气 你就可以不用开冷气 我就试过了 就没有问题 这是杨先生家里面 不用使用冷气的一种方法 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 不过那个隧道一半要起来泡冷水 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有点痛苦 我是很诚实告诉大家 它的效果就是这样 效果还不错 效果不错 两小时深邃 开什么玩笑 非常舒服 所以能源这个东西 真的是平常就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虽然我们看不到它 但是它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影响 然后都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那未来能源会是什么样的样貌 我们谈了很多 刚刚谈了行星能源 谈了恒星能源 谈了宇宙能源 那未来这些能源到底要怎么样应用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大家好 我是颜沸梅 在花莲 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前省医疗志工团队 因为有了你们 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 在那边护卫着病人 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 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 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 这是我要最感恩的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 爱要及时说出来 就是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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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淡水区 我的名字叫颜宝云 平常是用手机的LINE来收听 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 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 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 我也听过上人金寺庙年华的开示 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 蔡拔他谈教育 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 跟我们的见习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 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尤其上人的法 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 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欢迎您收听 大爱网路电台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跟你讨论的是能源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仙豪 所以未来 未来 我们人类在这样子 能源慢慢的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便宜的行星能源 不再那么便宜 接下来下一步 人类的能源会朝向什么方向来发展 你要看人类的生活 里头我们能源最大的使用在哪里 我们能源最大的使用在移动 交通 就是交通 那目前的交通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 都个人化 开车 开车 那在新的 驾客车也行 那很好 那就用自己的 用自己的体力 让自己移动 这算是行星能源 行星能源 对 我们算是行星的一部分 肉组的能源 这个很好 可是呢 你需要速度 对不对 是 那未来电动车 加上5G以后 Machine Talk 无人驾驶 那整个车的使用 所有的人的车的使用 就是Carpool 会真正进入Carpool的时代 不是个人的车子 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移动 而是大家共用一堆车子 对 一个城市 现在有个估计 这是以 整个全世界的城市来说 大概可以减少 到五分之一 你在说的 我就想到 一字 或者说共乘 对 就是Carpool 就是 其实 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人 可能有很多人 都需要走这条交通路线 但是你并不知道 这些人需要 对 但是当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这个时间出来时 这些人 你要去哪裡 大家车来到你旁边的时候 会停下来 车上还有空位 你就去坐就对了 有点像流动的公共汽车 但是不是公共汽车 可是会到你家门口 甚至于可以到 你到三天 到很细的地方 根本就是在你家的停车场 是 然后呢 就可以 大家一起 然后就出门 大家一起出门 对 那就那个时间 你这一班没敢上 下一班 很快 所以也没有什么 很紧张 那车子因为流动非常快 那你想 你想一下 就很多个人的车就不见了 你不需要了 不需要 不需要买车 不需要养车位 那你如果说 去到那里不用找停车位 那个时间 那是天堂 对 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 反正我需要 虽然只有我一个人 可是我有很多行李 所以需要更多的位置 比较大的车子 那只不过是你在你的区块链里头 输入你的需求 然后呢 就有人知道 有人听到了 有机器听到了 对对对 不是人听到 有机器听到了 他就分配一个比较大的车子 在几分钟之后 来到你的地方 就在你这个地方 所以卡普尔 变成是另外一个观念 现在卡普尔是说 我有个车要开 然后你们要不要一起坐 以后不是 以后是 这辆车就大家普尔 那你几点出发 你几点出发 你几点出发 那我就算出说 那在这个单位时间 你们总共需要四辆 那我就派钱四辆过来 这也是一种 有效率的节能的方式吗 是 你要强调的是这一个 我要强调的是 在这种状况底下 无人车 大数据 然后呢 就是区块链 结合在一起 对 然后让大家在过程当中 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吗 好好的来善用这个能源 怎么说 买一台车 没有啊 不要你 你有乘车权 我有乘车权 我愿意让渡 有人忽然闯进来说 我出十块 好不然我贪十块 让你先坐 让你先坐 十块也不少 对啊 加油可以加很多 就那个 可建民的电 那个手机忽然出现说 我赚到十元的bonus 你愿不愿意 你原来是八点半要出发 可不可以到半四十五出发 你的位置有人要 他愿意出十块钱 你愿意的话 马上写 愿意那十块钱 那个 就进到你的那个虚拟货币 就到你的那个 红利 那我不要用比特币 它也是一个虚拟货币 它叫做 入账 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 叫做什么 叫做credit 叫做credit coin credit coin 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 你说你管理嘛 告诉你 下一步 有人会问你说 你愿不愿意捡给吃鸡 你愿意捡给吃鸡 你愿意捡给吃鸡 你要管我资鸡 要 所以你就 不劳而获的东西 不能乱拿 只是十五分钟 那我就马上捐给吃鸡 这样 蛮有道理的 这就是区块链 就是未来区块链 没钱没钱 贪到钱 那你如果坐一台那个 车子 在路上跑 在跑高速公路 忽然会接到一个讯息说 因为有人要走绿色通道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组成绿色通道 中间有一个地方 有一条线道让给他 在几公里到几公里的地方 就全部清空 让那一台车子 可以用超高速通过 那你们呢 每一辆车 总共有ABC三个车道 那你们在车上走的 全部靠到ABC车道 C车道让出来 每一个人探10扣 那个走C车道 那个人不能无偿 他必须说 我愿意出一千块 让我这个不要赛车 我要通过 因为我在赶亏机 听起来很好 探10扣真好 但是那个变成好业人的通道 这样不好 没有啦 那个贵族通告 贵族通告 财富重分配 你跟你说好 我愿意收 然后下一个讯息说 你要不要献给吃鸡 你说要 就这样 当然要 所以以后 没台没机 坐着电动车 在不干节省能源 你每天做这些事情 还有一种说 你今天要不要做宅男 你就不要出去了 宅男赚10块 做宅男也赚10块 减少交通拥舍 减少交通拥舍 所以所有的 我们今天的道路 就都够用 就是现在道路之所以不够用 是因为大家用各自的方法 然后想要达到各自的目的地 想要用最经济的方法 但是看起来经济 但是事实上 仔细的算 产生的碳排放量 消耗的能源 然后耗掉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上路 全部都塞在路上 耗掉的时间实在是很难算 但是假设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就是 又快速又便捷 去到什么地方 又不用去找停车位 对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电动车 这三个字其实代表非常多的意思 它不只是用电来提供你动 它其实是一种智能车 智能车 然后它帮你省能源 它可以协助你在过程当中 发挥更大的效能 你不出门 你就不用能源 那未来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法律 说你不出门不用能源 但你怎么 不当然了 人还是要出门 人还是群体的动物 你一天到你当宅男贪十块 当久了会有副作用 人会变得怪怪的 还是要出来 找到杨先生当面讲讲话 就说你不出来也有贡献 这个是这样 所以credit coin的意思是这个 只要你对这个社会 整个系统说 这有贡献 使得我们不会交通阻塞 那你除非 就说变成每一个人 每天要出去必须有一个目的 我要出去做节能减碳的事情 我要去做这个 做志工 志工 参加志工活动 参加志工活动 不是用那个钱来算的 其实真正赚到的是心灵上面的欢喜 因为人赚再多钱 老实讲赚到钱的快乐 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当你真正去帮助到一个人 那看到那个人 因为你的帮助 生命产生改变 那个改变得到的快乐 反而是更多的 这个是这本书里面 一直都没有提到的 这个其实能源使用 未来要加上很多目的 跟伦理 所以你的能源的使用 是不是对社会 有正面的贡献 对 是有进化人心 有没有祥和社会 还是你出去了以后 反而人心没有进化 人心混乱 制造社会 你最好不要出去 你最好不要出去 比较好 没有 那个 接下来 也许没有混乱人心 至少混乱交通 因为那个数据都看得出来 就是说现在已经饱和了 结果加上你这一个 你也要处理 你处理也没要做什么 车 出去小小 走走 去小小 去走走 一段老大人家的 很无聊 是啊 他出去小小看风景 那代价 一刷看风景 我们 这个有趣了 未来我们会给他分析 这个代价是什么 没有啊 就是 就是你要出门之前 可能你的电冰箱会问 电冰箱开始讲话了 电冰箱开始讲话说 我是满的 你不出去做什么 你不出去做什么 你冰箱也摸摸 你如果我看自己 今天没事情 你为什么要出去 你说很无聊啊 好 我跟你说 因为你感觉很无聊 所以因为你出离以后 会发生这个代价 你又想我车车 你真是要出离以后 你真的要出去吗 未来的世界在想象的时候 真的是充满很多惊奇 经常会碰到想象的边界 不过还是回到能源这个议题 对 就是说再怎么样 你在善用电动车 说穿了你还是要耗能 要耗能 就是这些所有的载具 所以这些用在交通上面的工具 都必须要耗能 这些能源并不是无限量的 因为永远都存在 然后呢 太阳能虽然说好 它几乎是对人类的寿命相对来讲 它是相对的 就是一直都存在 但是呢 你也要想办法去储存它 你才能够应用它 去转变 对 所以 转换 顾问的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 根据加莱道雄先生的这个评估 我们使用行星本身的能源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一个程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开始使用到恒星 恒星 就是太阳给我们的这些能量 包括太阳能跟风力 恐怕是下一个阶段 在2030年之前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更遥远的未来 或许我们有机会 可以使用到宇宙的能量 是 不过在这个之间 有一个最 我认为加莱道雄先生提醒我们的 太阳晒到地球上的能量 其实不够 它晒到地球 大概两万两千英里的地方 那个距离 能量是比较大的 八倍 所以或许 所以我们应该发射卫星 去专门做 差不多这个卫星 收集能量用的 大概一个房子的大小 一个房子的大小 大概一百米也处了 这样大小 发射一个 很多颗卫星 去对着太阳 就是我们的地球都会转 它也一直都向着太阳 它24小时都 向日葵卫星 向日葵卫星 然后它不断的累积的能量以后 用光束 能量变光束 用微波的方法 把它传回地球 地球有个接受 听起来地球像是太阳的吸血鬼 好 那也满浪费 1900年代 书里面写的 1900年代 福特先生跟爱迪生 两个好朋友打一个赌 说未来能源是哪一种形式 福特赌的是石油 对 爱迪生赌的是电 然后呢 过去这段时间看起来福特赢了 对 但是未来可能爱迪生会赢 就是我刚讲的 是 就是用 太阳光电 太阳光转成电 这样子 然后呢 不管是福特赢 或者是爱迪生赢 最重要的 人类如果想要继续在这个星球上面 好好的生存 恐怕一味的去消耗能源 并不是最聪明的选择 不是 大家应该都要去想一想 怎么样节能 怎么样避免二氧化碳的排放 是 因为否则的话 到新的能源发展出来之前 很可能我们就会被淹没在海水里 那世界上面的那种环境难民会越来越多 所以谈未来 其实某种程度是 现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 我们能不能够减少能源的消耗 我们能不能够尽量减少碳的排放量 我们能不能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做起 我们能不能每个人都愿意 少吃一点肉 多吃一点菜 那用这种方法来减缓地球衰败的速度 恐怕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好 那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谈总结论 就是过去谈了12集了 整个加莱道雄先生对未来的预测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可能他有很多的想象 但是有很多想象正在实践当中 那我们希望说 让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来以后 里面千万不要只剩下 希望留在盒子里 其他的混乱都跑出来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先生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